疫情让民众的生活改变 也让不少医护人员是日夜辛劳的守护前线 28号上午小小爱新会和花莲县乡情关怀协会 分别接力赠送了防疫物资和善款 给相关的医疗运所等前线人员 由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翔代为受证 期盼能够善尽社团社会责任以及力量 向第一线医护人员致敬 28日上午小小爱新会和花莲县乡情关怀协会 分别接力赠送防疫物资和善款 由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翔代为受证 往年小小爱新会会捐赠爱新米款 给过小清寒家庭学子 由于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停课 于是决定将爱新米款6月7月份5万元 转为防疫善款和装备 分赠给布立花莲医院及门诺医院等 第一线医护人员使用 我们特地把6月份的4万块的米款 跟7月份1万块的米款一共是5万块钱 围请卫生局帮我们准备了一些防疫物资 包括有帽子还有鞋套还有防护衣 一共是有2000个帽子跟1000个鞋套 跟防护衣是1100件 以及四箱的泡面 我们觉得最辛苦的都是我们的防疫工作 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就是我们的护理人员 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这医护人员能够得到更妥善的照护 我们大家希望都可以戴口罩请洗手 同时不要乱走也不要乱跑在家里面 但是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就真的非常辛苦 他们必须在第一线为我们来把关 所以我们希望善尽我们小小爱情会每一位小小们的社会责任 跟一些小小善的力量 这个长期的作战需要非常多的资源来投入 才能够把这场仗打赢打胜 所以在我们很多的民间单位能够愿意来投入在这场战争中的物质的补充 对我们来讲这场战争打战争的人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所以我想今天看到有两个协会来对我们来鼓励支持 其实对于身为卫生局长的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感谢 那我相信我深刻的相信民力是无穷的 当我们政府机关医疗团队与民力一起合作的时候 这场战争最后必属于我们是打胜的这一面 包含鞋套1000双 直帽2000个 隔离衣1100件以及泡面四箱 另外华联县香情关怀协会也赠送5万元九大箱的防疫面罩给第一线医护人员 一同表达地方社团对前线防疫人员的辛劳至上感谢之意 记者蒋邦彦华联士报导